难怪汽车行业大降价 13万就可以提到吉利星月L了 那么以前吉利星月L是始终是没有任何的优惠的 现在他也不得不放下自己的身段去优惠了 当然是2021款2023款还是没有什么优惠 那也是不错的非常好的 2021款和2023款都是一样的20T的一个发动机 那么都是一个气冷的四双离合变速箱 那么顶配的也有优惠 而且是采用的是一个爱信的8IT变速箱 所以说现在购买这个2021款的星月L 确实是优惠率是很大的 那么43万14万这个价位是不是 以前买它是不可想象的 对不对 也就是买一个宝莱啊 或者是朗逸啊 薛逸啊 这个价位买个顶配 就可以买到这个低配的这个吉利星月L了 它的配置 性的质感 跟进行方面 还有用料方面 都要比他们好太多好太多了 所以说随着这个各大车企啊 车子都在大降价呢 以前的老车主真的是都花了很多钱 现在这个新买车的确实得到了一些实惠 确实是降价啊 不是说一千两三千五千那么降 一降就是好几万 确实让丢价之前刚买完这款车子车主 有一些受不了 心理上有些受不了 毕竟都是好几万块钱 都是白花花的银子啊 都是辛苦赚的钱 是不是 而现在买的呢 确实是减了大便宜 真的是这样啊 不得不说 便宜才是硬道理 那么小伙伴 你们认为西元L这款车怎么样 可以入手吗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其实这款车子的形成质感是非常非常优秀的 隔音、金银、底边扎车感、支出性各方面都是非常优秀的 尤其是车身安全上 它有货尔沃的技术这个支持嘛 车身安全上也是非常优秀的